接下来全球现场时间交给韩宇 大家晚安全球现场时间 首先关注泰国海军一艘护卫舰 18号深夜在仙罗湾沉没 根据路透的报道 沉船的原因是因为当天的海浪实在太强 护卫舰受到在强烈的海浪冲击之下 是严重的倾斜 海水也是不断的倒灌进舰内 导致船内的机械是故障 最后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画面中可以看到整艘的船 都已经呈现60度的倾斜 而且是持续的下沉渐渐没入海中 根据泰国的海军部门表示 在事故发生之后 共106人的船舰上是有部分的船员 他们穿着救生衣在救生艇上面等待救援 另外有33人在弃船逃生之后 至今下落不明 目前警方已经救出75人 至于下落不明的船员 警方也仍在全力的搜索 而推特上面也开始流传 事发当下的现场情况 事后太空海军在19号出动军舰还有直升机 试图是要救出这些沉默的护卫舰 路透也采访了获救的船员 他表示当时因为海浪实在太大了 所以自己在海上真正漂流了 三个多小时之后才获救 而他选择跳船的原因 是因为船舰开始沉默 情急之下他也只能选择跳船 但是外卖报道 沉海的是排水量不到1000吨的速泰克号 轻护卫舰并从1987年开始投入使用 且是美制的护卫舰 而在事发之后呢 北京的军事专栏第一军情 他也嘲讽 美国制造的军舰连海浪都扛不住 还要靠大陆制造的船舰来救援 第一军情他也表示呢 在速可泰他乘船之后 第一艘抵达乘船附近的护卫舰 正是中国制造的克拉5里号 且满载水量是接近2000吨 相比速泰克号呢 他克拉5里号的体积更大 而且设备也更加的齐全 因此才可以将成功的 成功的将大部分的船员都救起 那么第一军情呢 他其实还在报道中强调 克拉5里呢 里面是有多座的副主舰炮 还有两套的四连装的 英级C081的反导系统 不仅是可以反潜 还可以上载舰载直升机 比起速可泰呢 他仅仅只有配有鱼叉 还有反舰导弹系统 还有附舌的防空导弹系统 性能上就已经大大领先 另外国际今天的另向焦点 是聚焦在中俄两国 2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27号 将在浙江省的 舟山至台州以东的海域 举行海上联合2022的军事演习 那么这是中俄海上的军事演习 举办10年以来 演习区域最靠近台湾的一次 大陆国防部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宣布中俄两国将会加强 共同应对海上的安全威胁 维护国际地区稳定的能力 进一步的来深化两国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另外俄罗斯的国防部也指出了 军演将会计划 对空中的目标进行 导弹 炮火 还有联合射击 并展开合作的反潜演练 目的其实就在于共同来维护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 还有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么预计中方将会派出两艘驱逐舰 两艘护卫舰 一艘多功能补给舰 还有一艘常规的潜艇 除了潜艇之外 两国的飞机还有直升机也将参与这一次的演习 那么其实中俄近年是不断的加大演习的力度 除了一年一度的海上联合系列 今年9月中俄的海军两国更是组了一个联合编队 远赴3000离海外的白领海联合巡航 直抵的是美国的基斯岛的外海 当时这个消息是在引发了国际上非常大的关注 中美两国在印太竞争 而在战略的部分显然也是各自的拉拢盟友 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昨天的时候也搭计访问了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科 会见了白俄的总统卢卡申科 这是普丁2019年以来的首度造访明斯科 根据路透的报道会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他表示期盼和俄罗斯来加强军事上面的合作 不过其实在这之前国际媒体就已经揣测 普丁这一次出访其实就是要利用白俄罗斯来帮助 俄国对乌克兰入侵频频失利的久禁 普丁希望要求卢卡申科他派兵前往乌克兰 试图将白俄化为第二个战场 不过普丁这一次他也在会上否认这项传言 他直言俄罗斯并没有兴趣吸收任何人 因为这么做并没有任何战略上的意义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